大家好,今天哈士奇又来给大家装机了 今天我们要装的配置是 锐龙的3600 6核12线程 最高加速4.2 然后主板是微星的B450M迫之炮 MAX的版本 这个版本对三代锐龙支持更好 而且内存频率有一定的优化 内存条是两根微钢的游戏微龙 金色马甲 发际3000频率 组一个16GB的双通道 显卡是明轩的1660终结者 固态是来自海康威士的C2000 Pro 海康威士这个牌子 大家可能对它的监控有影响 但其实它家的硬盘也还可以 这块C2000 Pro在读写速度都还可以的情况下 额外提供了一个十年的质保 那么整体来说便宜而且还够用 机组对CPU的散热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加装了一个安泰科240的海王星水冷 这个水冷支持ARGB的灯光 电源是安泰科的BP450 450W的额定电源 同时提供了三年换星的服务 带动这一整套配置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下期视频给大家更新装玩机的效果和导温测试 记得点赞关注后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